当686车对四个钢铁逗逼再次以逗逼的形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没错 这四个钢铁硬汉般的铁憨憨正在以师傅为领头沉浸在开小火车的快乐当中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四个钢铁逗逼一下变成四个铁憨憨呢 让我们回到开局 此时正坐上前往爱兴岛夏威夷航班的四人由于航班临时改动 使得四人只得被迫跳到边站转移 然而由于上次与边站游乐场的工作人员产生了毛骨 怀恨在心的四人立马又是一顿破坏 果然在战神东的加入 雕塑很快就被移为了平地 就在四人借着传送准备逃跑之时 却发现传送门还未开启 四人只得再与工作人员一站 好在四个逗逼这次有备而来 三两下便将工作人员打进了ICU 阿康又在工作人员的包里发现了动力滑板 一向反骨的战神东竟然想抢 结果被老奸巨华的师父发现一脚踹到了脑袋上 小冬啊你还笑是吧小冬 这时助手在传送门的叶子也传来传送门可以开启的消息 四人立马借着传送逃到了爱心岛 由于桌上水果是免费提供的 小新也是迅速招呼土地去抢 在小新刚抢到一个 转头却发现叶子正从树上摘 小新顿时感到桌上的叶子不像了 立马前去与叶子一起 而从小生活在海边的叶子也是告诉师父 用头撞下来的更美味 果然小新使用自己的这个赠光拔亮的大光头 竟然真的从树上撞下了叶子 吃饱没事做的小新也是带着徒弟前往大舞台放动一下 然而由于乡下来的四人只会跳火车舞 火车舞的时间还没到 于是等不及的小新决定带着徒弟先到游乐场玩一下 走吧走吧 就这样四人各自踩着冲往滑板 直接就来到了游乐场所 众所周知六八六车队所过之处寸讨无声 根本不会允许其他游客与自己分享 随即便开始了清场 飞着打飞着打走 在四人强盗一番惨不忍睹的攻势下 场所里的敌人瞬间就被解决 小新也开启了象征着全途最荣耀的宝箱 从宝箱里拿到了光子鸡摩托铁 小新招呼徒弟乘坐精鱼前往舞台 然而由于四人大闹娱乐场所 工作人员不愿意就此让他们离开 气得小新抄起家伙又是一顿突破 重新回到鲸鱼房的四人终于是启动了鲸鱼传送 再落到海边时小新直接开启VAP摩托铁 果然VAP摩托铁确实是不一样 竟然能直接开进大舞台 这时也刚好赶上了火车窑 看到阿康那个傻不垃圾的样子竟然抢了自己的C位 小新立马把他拽了下来 就这样小新成功拿到了C位 随后叶子与战神东也加入了其中 就这样四个钢铁逗逼摇身一变 成为了四个铁憨憨 跳起了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火车窑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果然斗逼的世界我们不 乐在其中的斗逼心却嗨起了小铁 就在小新带着他的铁憨憨舞蹈队一步一步登上舞台时 却发现叶子的头盔不够荡 这让团长小新觉得叶子是在混工 于是小新立马训斥叶子 可刚一开口火车摇旧结束 既然舞蹈已经结束 四人重新回到了现实 小新立马决定使用意大利跑 开始了杀戮之旅 很快四人便与一辆吉普迎面相遇 二话不说直接开战 转瞬间一名带有自救的敌人就被扫了下来 面对着如此强悍的车队 敌人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然而小新并不会就此放过他们立马指挥徒弟追上去 再拿再拿追他追他 四人一路将吉普追至研究所 与此同时对面又来了一队 然而持有意大利炮的小新根本不怕 立马招呼徒弟不要 不要 不要停车 不要停车 只见两队敌人在四个卯夫的枪里盖一下 瞬间就被打得丧失了战斗能力 开炮 打扫完了战场四人又在一处假车库发现了敌人 只见三个徒弟在码到敌人脚下后立马一哄而散 唯独只剩下坐在意大利炮上发呆的光头脑 这让无法给大炮上刺刀的详细 立马呼唤阿康作为自己的驾驶员 果然有了阿康这个驾驶员 此时的意大利炮这才可以发出威力 然而已经打嗨的小新 根本不管房里徒弟的死活 对着房里就是一顿风 在上面在上面你走啊 快走 顶着小新这个脚屎棍的压力下 叶子与战神东终于是艰难的将敌人灭对 在换上了敌人的金马后 此时的小新已迫不及待的准备护护下一个受害者 走走走出发出发出发 随后四人在捡一处空头石 竟然被妙妙屋的敌人扫过来 正找不到猎物的四人可算是找到机会 经过小新的允许 阿康直接展示出了空中飞车的绝境 由于跳到房里的战神东被敌人打倒 充当脚屎棍的小新 在一边制造麻烦 还一边嚷嚷着 那我帮你小龙 我在帮你上面上面 上面 他跳那边了他跳那边了 他跳这个上面了 随着一群乌合之众的打法 战神东硬生生的被阿康搞死 怎么回事 东东我丢上面 怎么给你炸了 撤了大 你又丢我 你又丢我面前 在将这对敌人拿下后 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人击大牢 此时阿康以为师父已经给大炮装上了刺刀 直接就来到了大牢脸上 靠这么近干嘛呀大哥 你的大炮哪有对人提着脸上的呀 会不会呀 就许是不是少 还没伤害 我死了 还没伤害 转过头小星又在坡上发现了一个小可爱 而被吓坏的小可爱只顾着逃跑 这让开着意大利炮的小星乐坏了 你别乱动了 我走 我笑死我了 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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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吓坏的小可爱直接躲到了石头后面 无法击中小可爱的小星 也是急切地催促着不合格的驾驶 快快快过去 过去呀 我打不到啊 找找找他 眼里面 哎呀 随着时间的流逝三人也来到了决赛圈 就在三人围攻一名假车库的敌人时 没想到另一名敌人看不下去 直接就冲进了房区 这让猛逼的三人更加猛逼 哎我走来车了 他在马上躲撇的他呢 就在这个原地 原地 掉起来了 前方有危险 我的蓄力 我的蓄力 很快被击倒的那名敌人自救起来后 第一时间选择了跑路 结果被小星逮得正着 这时刚冲进房区的敌人也出现在了假车库的阳台 我没有防御系统 这不是居然的警察 随后小星在接连两炮都没有击中敌人 便决定到圈里陪敌人玩一下主动防御系统到这 然而就在小星满心期待的等待敌人时 敌人却直接堵死在圈外 摆阵摆阵摆阵 过来摆阵 完了 完了完了 看到进度 进度进度 完了这个汉子 堵死了 这个东西都没有用 啊 好